什么叫 简单理解就是他要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起全部的责 就叫成年 不管成年 都是家长花时间教育出来 尽管他已经成年 或者已经为养父母 但是他们始终是家长的晚辈 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 只要父母在世一天 父母一天不离开 成年子女也始终在父母的教育范围之内 绝不是因为子女已经成年 他的下一代已经出生 父母就 父母始终对自己的子女 负有教导的责任 这样才能使一代比一代进步 后代总是踩在前一代的肩膀上 总是能够从长辈那里 得到很好的建议和经验 一定会少走很多弯路 最终的结果也一定更圆满 作为父母 当面对已经步入成年的子女 就要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来对待他 父母与成年的子女相处 要对于孩子做出的任何合理选择 父母都要放开心 不能再像对待小孩子一样 教他一定有成年以后 子女有自己明确的兴趣 性格和个人之相 因为他这辈子要做什么事情 都能自己决 所以我们要互相尊重 包容 这样大家就很和谐 孩子成年了 他可以结婚 可以生小孩子 他可以读 可以出外谋 他已经有足够的条件跟准备 这个时候 父母就要告诉他 人生只有一条规律 谁都不能以为 就是四个字 自作自受 这四个字听起来有些无情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 前面你种了什么样的因 后面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 这是一种因果关系 因果法则是宇宙第一法则 适用于每一个人 自作自受 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古老道理 它揭示了宇宙间一种 无法逃避的必然联系 究竟什么是自作自受 让我们从生活中 最频繁的例子开始探讨 比如当我们在春日里 种下一粒南瓜籽 细心的施肥胶水 耐心的等到 经过若干天的孕育 土壤中渐渐冒出了嫩绿的南瓜 藤蜿蜒着支撑物蜿蜒生长 最终结出了坚惶的南瓜 它绝不会变一层苦瓜 更不会拥有苦瓜的任何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瓜德国 它是自然界最朴素的英国法则 若你向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龙 请教这个问题 他会平静地告诉你 本来如是 这道出了自作自受的真谛 是的 事物发展的规律 原本就是这样直接而朴素 然而 在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中 我们有时却会忽略 这个简单的道理 人们往往在冲动和欲望的驱使下 不顾后果地采取X237 NT242 N 直到若干年后 那些X237 NW 233 爱的果道成熟 才坚决果实的苦试 发现自己无法承受或负贷 面对这样的决命 有些人非但不反思自己的过错 反而怨天尤人 或寻求神佛的庇护 希望尽管犯下错误 但不要面临相应的惩罚 这种想法 无疑是自欺欺 在年轻人的成长道路上 尽管他们已经成年 但阅历毕竟有幸 面对社会 职场生活中的种种诱惑和选择 常常会有势力不足 冲动形式的时候 作为父母 我们有责任提醒他们 要时刻铭记 自作自受的道理 做事前三思而后 多考虑一下X237 NW233 白的后骨 甜圣情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 我们对待他的态度 决定了他反射出的景象 如果我们希望生活美好 就要剥下善良的种子 用心情的汗水浇灌 才能品尝到甜美的果实 反之 如果我们放纵自己的欲望 不顾一切的追求 眼前的利益 最终只会自使恶果 自作自受 这四个字如同人生的灯塔 不仅照亮了个人前行的道路 也映造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兴衰融入 他告诉我们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 我们的命运都紧紧细于自己的X237 NW233 历史如同一面明镜 其中无数的实力 反复印证了这个永恒的真理 从现在做起 十多舍是自身的X237 NW233 还为我们共同渴望的美好未来 剥下希望的种子 在教育年轻一代的过程 父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们需要教导年轻人 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时 要有坚定的自治力 坚守道德 不忘初心 方德使者 同时也应当让年轻人明白 人生之路并非总是一马平准 总会遇到种种挫折与困难 在这些时刻 我们要有勇气去承担自己 X237 NW233 I的后果 从失败中吸取宝贵的教学 以实现个人的成长与特别 自作自受 这个看似前显易懂的道理 实际上蕴含了深厚的人生哲学 他仅是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劳务的果实 所有的得失成败都是我们自身 X237 NW233 爱的应识 让我们铭记这个道理 珍惜每一次的选择 用降薪精神去雕琢自己的人生 最终我们将收获满满的幸福与喜悦 在人生的挣脱 道路虽然漫长且充满未知 但只要我们内心身处坚守着自作自受的幸运 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我们就能在历史的长河 书写下属于自己的辉煌篇正 这是一条需要我们携手共进的旅程 新年新共同追求那美好的未来 让自作自受的原则 成为指引我们在人生旅途中 不断前行的永恒指南 在现代社会中 个人X237 NW233 爱的累积构成了社会的整体面貌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大机器中的一颗齿轮 我们的每一次转动 都在推动的社会的进程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 个人的X237 NW233 爱不仅关系到自身的Foot 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自作自受 它不仅仅是一具见识 更是一种责任与担当 父母对年轻人的教育 不应仅仅局限于知识的揣扫 更应该着重于品格的塑造 和价值观的引导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 年轻人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去辨别是否 有足够的智慧去做出选择 他们需要明白 每一次的选择都像是一粒种子 种下的是这 收获的将是成就与尊严 我们的人生之路 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坏 既有阳光明媚的日子 也有风雨交加的时刻 在这条观言曲折的道路上 逆境和挑战如影垂形 它们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时机 正是这些坚满的时刻 让自作自受的道理成为我们心灵的灯塔 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给予我们最坚实的 这个道理深刻地告诉我们 无论何时跌倒 我们都要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无论遭遇何种失败 都要有再次出发的决心 这份坚韧不拔的精神 这是推动我们克服CH243 NCH243 N困难 勇敢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 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 我们都面临着选择 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深远 这些选择 或许能带来短暂的便利 甚至可能会带来长久的幸福 自作自受 就如同一位智慧的导师 默默守护在我们身旁 时刻提醒我们 每一个选择都存在着责 都需要我们勇敢地去承担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的人生 才能在岁月的长河中回首 心中充满了满足与无悔 让我们携手同意 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旅途 将自作自受 铭记于心 以坚定的意志 迎接每一个条道 这样 我们不仅会经历 个人的成长和蜕变 我们的每一步 也都在为社会的发展 添砖交往 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这份坚持成为 我们共同的理念 让这份理念如同一展明的 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引导我们走向那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 自作自受 这个穿越时空的真理 如同人生的指南 但是就我们的每一步 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也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从现在做起 从自身做起 为了追寻个人的幸福 为了构建和谐的社会 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生 我们应当携手兵 不懈奋斗 在这坚定信念的营养下 我们定能在人生的片段 描绘出最壮丽的途径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会遇到行星世世的人 经历各种各样的事 有时候生活的重压 会让我们喘不过气 但正是这些压力和挑战 塑造了我们的性格 锻炼了我们的意志 自作自受的道理 激励我们在面对困境时 不逃避不放弃 而是勇敢的面对 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状 每一个挑战 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努力 都是对自我体现的挑战 在这条不断前行的道路上 我们会逐渐明白 自作自受并非是一种惩罚 而是一种自我救赎的过程 它教会我们 无论结果 都要为自己的H-237 NW-233 还负责 这样的负责精神 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 更体现在对社会 对国家的承诺与担等 我们的每一个小选择 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世界 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牢记自作自受的教会 不断提升自我 勇敢承担者 在挑战与逆境面前 我们不仅要坚强 更要保持乐观 相信自己的努力 终将开花结果 让这份坚持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 共同书写人生的辉煌篇章 自作自受 这四个字 简洁而深刻 蕴含着无尽的人生 它告诉我们 生活不会一成不变 我们的人生由自己创造 未来也由自己掌握 为了个人的梦想 为了社会的和谐 为了国家的富强 让我们携手同行 在这信念的照耀下 直至共同抵达那充满希望的彼岸 在这漫长的人生旅程 自作自受的道理将始终伴随着我们 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未来的导向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为了更美好的明天 为了我们心中那份执着的梦想 勇敢地迈出步伐 狗屑地追求 在这信念的指引下 我们定能在人生的画卷上 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看得到更美好的 我一笔 你用什么 我一笔 感谢观看